你好,我是陆克 今天咱们换个舒服的姿势 聊一聊泰国一个比较小众的旅行目的地 尖竹文 尖竹文这个地方很有意思 它位于泰国湾的东岸 跟大家熟知的普吉、甲米、面朝、安达曼海 是完全不同的两片海域 经常来泰国潜水的小伙伴 一定不会推荐你去泰国湾 因为传统旅行目的地当中 泰国湾比较有名的地方 我们数一下巴提亚、巷岛、罗永 好像都不如安达曼海上 斯米兰、皮皮岛、皇帝岛 这些地方更适合玩海 但今天咱们说的这个尖竹文 虽然不是海岛 但它海水的清澈程度 一点都不输给前面的那些地方 尖竹文距离泰国的首都曼谷非常近 所以泰国人放假的时候 他们都会开车去这个地方度假 游客不会扎堆 消费水平也比普吉岛便宜很多 如果你去过泰国的第二大岛 巷岛就一定会路过这里 如果你能拿出两天时间停下脚步 尖竹文也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首先咱们说说它有哪些好玩的地方 尖竹文在泰国人的心目中 有两个代名词 第一个叫泰国版帘舱 这里也有一条小马路与大海相连 海水的颜色在日光下也是泛着青色那种 不过可惜的是少了叮叮当当的小火车 我个人认为没有灵魂 因为尖竹文也属于乡下地区 所以生活节奏就会比城市里要慢上许多 大多数时间海滩和海滩旁边的这个小镇子上 你半天都见不到一个人 那尖竹文的第二个代名词 叫泰国自驾圣地 原因是从罗永到尖竹文这两地之间 有一条长达111公里的海滨公路 名字叫做空米湾 大概是这么发音吧 这一路上没有收费站 没有检查点 一面山峰一面海洋 全程迎着海水闲闲的味道 晒着太阳 实在是非常适合自驾的一条公路 路线在尖竹文府地区开始蹒跚而行 沿途设置了几个观景台 都是不错的打卡地 蜿蜒起伏与美景相伴 对于驾驶员来说也是很有挑战性的 OK 聊完好玩的 我们再来说说好吃的 来尖竹文旅行 绝对能让水果爱好者做梦都笑出神来 由于尖竹文这个地方气候比较温暖湿润 雨水也比较丰厚 所以使它成为了泰国最大的水果种植区之一 这个府的居民有一半以上 都是果农 像什么托曼尼榴莲 金枕头榴莲 山竹 红包丹 等等这些热带水果 尖竹文都是非常优秀的产区 平均每年从这里出口的水果 差不多能有50万吨 几乎占泰国全年水果出口量的70% 榴莲出口量的99% 可以说是土产宝藏了吧 在这边吃榴莲 不按公斤也不按个数 而是按人头收费的 就是那种交钱放进果园 然后吃到撑的农家乐模式 费用从300株到500株不等 折合人民币60块钱起 是不是还挺划算的 对了 每年的5月份 建筑文都会举行泰国的榴莲节 绝对能让你吃到榴莲忘返 最后我们再来说说这里的另一种宝藏 天然宝石 建筑文府也被誉为泰国的宝石之城 作为泰国宝石切割处理和贸易中心 从1977年开始 这里的宝石开采热潮就备受全世界的关注 非常著名的鲜罗红宝石 就是在这里被发现的 不过到了20世纪末 当地的红宝石矿基本就已经枯竭了 目前还剩下一些很小的蓝宝石矿还在运作 但因为这里是泰国的宝石加工 处理和贸易的中心嘛 历史也非常悠久 所以泰国大部分宝石商人会把他们从其他国家 比如非洲进口回来的宝石原石 拿到建筑文这个地方来做切磨和处理 这座矿业城市就变成了现在的宝石交易中心 聚集了非常多的切磨师和宝石专家 如果你来建筑文旅行 一定不要错过周末的露天宝石市场 我也是第一次见到宝石交易可以跟逛菜市场一样这么随便 因为汇聚了全世界各个国家的买家和卖家 所以没有任何一种语言在这个地方是通用的 大家都是拿一个计算器就搞定所有交易了 这里给大家提个醒 别瞎买 泰国本土的鲜罗红宝石已经绝产 一般在市面上很难见的 其他进口的宝石又都有中间环节赚取利润 所以在价格上没有什么优势 那当地出产的一种黄色蓝宝石是个不错的选择 好的 这一期旅行百科 我跟你分享了我在兼猪文府旅行的一些经历 有好吃的榴莲 有好玩的自驾公路 还有好买的宝石纪念品 希望能丰富你的旅行心愿单 让你像当地人一样吃喝玩乐 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兼猪文旅行的信息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期待在旅行路上见到你哦 我们下个视频见 ãy subscribe cho kênh La La School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 感谢观看